奔兔疫情还在延烧 台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日前在脸书发文指控 总统蔡英文今年4月召开防疫会议时 没有邀请疫情严峻的双北市 就连指挥中心内部评估 疫情会大规模爆发也没有告知 质疑暗砍防疫资讯 更横批示曹菅人命 不过这样的指控被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认为站不住脚 直接在脸书赏其法律课 大叹没想到有一天还得跟市府发言人解释 证据是什么意思 我要求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台北市政府首都的发言人 执意我们国家元首 引力疫情朝鲜人命 是很严重的指控 所以一定要有证据 那所谓证据的意思就两种嘛 一种是证人不然就是证物嘛 那陈志涵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一开始呢 写了蔡总统引力疫情朝鲜人命的时候 没有附上任何的证据 就是他片面的说法 那就等于是一个短篇小说嘛 他讲一个故事 苗博雅发函台北市卫生局 正面询问蔡总统 有没有隐匿疫情 得到的回答是 中央地方一直都互相配合 明显打脸陈志涵说辞 而柯文哲在议会授寻时 则表示没看过陈志涵这篇po文 柯文哲我们台北市的防疫指挥官 跟我们台北市负责防疫的卫生局局长 都说不知道陈志涵在说什么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要知道一件事情 陈志涵他是市长公开任命的发言人 代表就是市府的立场 市长怎么可以在事后去回应说 他不清楚不知道这是他个人意见 但不只发言人有所不满 柯文哲本人对于中央防疫政策 一样有话要说 6月1号开始 为了协助施打5到11岁儿童的疫苗 所以中央决定在六都加开 6个大型的接种中心 台北市设在自由广场 也是疫情指挥中心先宣布了 到此刻为止没有接到任何证事通知 不管口头或书面 这个很白痴的命令 很白痴的命令 命令怎么说 那我都在学校打完了他要干什么 市民期待的应该是一个 做得比说得更多的市政府 市长的这个嘴巴很厉害 可是经常成口舌之快的同时 有很多市民实际上的需求 没有被照顾到 我想市民对于市府的市政满意度 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还是建议柯市长可以在他成口舌之快之前 宪法该做的工作 该给市民的服务都做好 对于北市防疫作为 苗伯雅指出 第一线防疫人员都非常辛苦 但政府高层的指挥和调度出问题 才会出现儿童疫苗施打率低 以及急诊室量能过载等问题 而不良的指挥 不只让基层事倍公办 最直接冲击的也是所有台北市民 记者邮云彤采访报导